刘伯承被称为中国军神 他这一生大大小小参加过许多战争 从讨原护国战争开始 一直到对印自卫反击战 每一场战争他都是大脑军队的核心 虽然刘伯承一直都是战士指挥员 然而刘伯承却不愿看到战士在战场上卖命杀敌 而自己却躲藏在幕后 年轻气盛的刘伯承在一场战斗中 不幸右眼中弹在座手术时 为了不伤及大脑神经 他拒绝使用麻药 用意志力硬扛下一场外科手术 就连当时主刀的德国医生都被他的精神感动 称他是军神